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佳寇蒋伟文 今天是2024年8月10号 It's a Saturday 是个礼拜六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孩子不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孩子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 以前我对这件话 没有太大的感受 可是呢 我最近就发现 因为我可能孩子越来越大了 小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 到现在老大已经要小学六年级了 马上就要去国中了嘛 那小那个弟弟呢 他也是要上小三了 所以他们已经从很小很小的小baby 到幼儿园毕业 然后到现在小学生 刚进去的时候还是都不懂 到现在已经变成高年级生了 那这整个过程呢 都会让我觉得说 这句话我越来越听懂他了 打比方说好了 我记得以前我常常 就是因为很快很快画图嘛 我每天都会画图 然后分享到脸书上去 把那个小朋友 他们以前很爱同言同语的一些事情 统统记录下来 然后每一天每天都发表 甚至后来我还开了画展 那小朋友呢 常常看我这样 我记得那一阵子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小朋友最爱做什么事情 就是画图 甚至于弟弟呢 他有大概十几本 小小的插画本 他自己画了一大堆连载漫画 他自己画的 说连载漫画可能 很难 很牵强啦 因为事实上你是看不懂的 他每一本都画满了哦 但是如果他不在旁边解释给你听 他画什么 你还真看不懂 因为他是幼儿园的时候画的 比如说幼儿园大班 甚至一年级的时候开始画的 所以说他就算要写一些字 也大部分是注音符号 那个时候他呢 甚至于波波波波波 他都会写错 比如说颠倒 ABCD也会颠倒 所以你就有点看不懂 他在画什么 可是他这样子也画大概十本 十本这种漫画 然后哥哥也是在那一阵子 非常爱画图 用iPad啊 用手啊 就是用笔啊 然后画很多千字笔 画很多很多图 然后每次画完都给我看 那时候我也不以为意 我觉得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爱画图嘛 小朋友就爱画图 那后来因为疫情到了 然后我就专心在家里的做菜 做料理 然后小朋友又有肤质过敏 不能吃免费的营养便当 营养午餐 所以我必须要帮他们做这个 地方爸爸的料理便当 所以每天做便当 就一直没有时间画了 然后当然也是他们越来越长大了 很多种同言同语也消失了不少 那其实蛮可惜的 那我就发现这阵子 小朋友就比较少画图了 就比较少画图了 那取而代之是 他们对料理就很有兴趣 吃各式各样料理 或者问我说爸爸你这是怎么做的 或甚至于我记得小二的弟弟还说 有一天我可以煮给你吃哦 爸爸 然后他们就很有兴趣跟我去逛超市 去看菜市场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了 后来比如说在这我拍戏很累 然后我因为家里有些事情 然后又拍戏很累 拍了大概三个月吧 那中间只要拍戏因为都很长时间 那回到家我就没有时间讲话 我可能躺在那边 看电视也好 或看手机也好 就变得比较被动 比较不会主动找小朋友说 我们去运动 我们去骑脚踏车 还是有啦 就是周末的时候 或者我比较不会主动说 小朋友我们来玩什么啊什么的 不像以前经历那么旺盛 所以呢我发现这阵子哦 小朋友变得怎么样 特别喜欢看卡通 特别喜欢看iPad 特别喜欢窝在那边看萤幕 就不见得是电视 可能iPad可能手机 因为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嘛 就是我变成我累 所以我就想要 在电视前面发呆就好了 就在电视前面放空就好了 甚至于就是让我自己躺平一阵子 然后对于爸爸这个职责 躺平一阵子这样 不然小孩子也因为我的改变 他们也在生活上的习惯 做了不同变化 我就更能了解说这句话 说孩子啊 他不会变成你期待的模样 他不会因为说你每天看手机 他变成每天很爱去打篮球 你每天看手机 他变成每天喜欢写功课 我跟你讲 你很爱看手机 他就会变成一个 很爱看手机的小朋友 你每天都要在电视前面放空 他也会变成一个 在电视前面放空的小朋友 因为这个整个过程 从他幼儿园到他们小六 这整个时间 时间点我去回想起来 我更能深深体悟到这句话 孩子不会成为你要的样子 孩子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健康 爱运动 然后对吃很讲究 或者是你对某样事情很有兴趣 特别是你的小孩 尤其是这种小学生的小朋友 他会因为你这样影响了他 他就变成这样的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爸爸妈妈 你的小孩子可能就变成你那个样子 你看很多小朋友 他的一些口头禅 他喜欢做什么 想吃什么 其实都跟爸妈很像 有时候小孩突然 你在外面听到小孩突然爆出口 有没有 突然讲一些很怪的话 你发现后来他爸妈过来 他爸妈就是这样的人 他爸妈可能就 找死了 干什么 他就是这样讲话的 有时候我带小朋友去公园玩 他们碰到其他小朋友 他们嘴巴里冒出来的话 他让我很惊讶 他怎么会讲这个话 这么小小朋友 他爸妈在旁边 我发现他爸妈也是这样讲话的 所以真的 小朋友他不会变成 你要求他变成那个样子 你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子 他只会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体悟这件事 我要让自己不能躺平 不然他们就会变成躺平的小朋友 好了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寇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今天去逛超市的时候 我还是好像在花博那边 我那边去花博跟一个导演见面 然后花博那边有一些 很特别的那种卖食材的地方 各式各样怪食材 然后他都有 我就发现他有一袋 这个干的高丽菜 就是高丽菜干 有点像我们买那种海带芽 一包的包装海带芽 你要吃味噌汤的时候 你就丢点海带芽 你就海带可以吃 那高丽菜干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在想 那后来我发现 其实超市里面大卖厂都有卖一袋高丽菜干 我买回来呢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它 因为我没用过 可是正好啊 我们家有这本书 叫做咸香下饭客家菜 这是陈炳闻出的 那因为他这里面呢 正好就用到高丽菜干 他还特别提到说 客家人呢会采收 会将采收后吃不完的高丽菜 把它盐腌了以后 把它日晒成干 那这样子日晒成干 它水分没有了 它那个香 它那个味道会更浓郁 所以会产生天然的干味跟香气 高丽菜反正就带甜嘛 所以它这个 会浓缩它的干味 然后如果说你把这高丽菜干 跟肉丸煮在一起 这个汤呢 你不需要高汤 用普通的水 就可以变成 这个很美味的一道家常的汤品 所以就有这么一道 叫高丽菜干肉丸汤 有想到今天晚上就来试试看 好了 那这个怎么做呢 就高丽菜干要50克 然后姜20克 在这边水1000cc 或者是用高汤 然后猪脚肉400克 然后加点香菜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调味料 就是胡椒粉啊 盐啊米酒啊 还有一点点麻油 这个很简单 然后另外呢 这个肉丸呢 它腌什么 要腌一些薄盐的酱油 也就是说不要太深色的酱油 淡酱油 然后它这边又腌了一些咸冬瓜 如果家里面有咸冬瓜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些 比如腌一些黄豆酱啊 或是梅干菜 或是酱瓜吧 我在想 然后这个这里面 这个腌料里面的酱汁是香菇素蚝油 加太白粉两大匙 那做法当然很简单 第一个锅子先加热 加热以后呢 就把水或高汤放进去 然后高丽菜干呢 就跟姜丝一起放到这里面去煮滚它 这里面水或是高汤要1000cc 高丽菜干我刚讲过 只要50克 也就是可能这是两大匙而已 然后它在里面就会煮 加点姜丝 你就让它在里面小火先煮滚 然后转小火 慢慢那边炖 把高丽菜的香气跟甘味 炖到汤里面去 其实这个炖法就有点像 我们买海带牙 很多人就海带牙就说 海带牙我就是在煮味噌 当时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做 比如说你先煮一锅水 不管你是柴鱼高汤还是水 你先把海带牙放进去先煮 先煮个5分钟 海带牙海味会变更浓郁 在汤里面 所以说你不要说最后才丢进去 你可以前面先把它煮一下 就像这边高丽菜干 它先放进水里面 或高上面先煮它 煮的同时 它就把猪脚肉加上所有的腌料 这边猪脚肉刚讲过400克 加了薄盐酱油 就是淡酱油 一大匙 它加了咸冬瓜一大匙 加了香菇素蚝油一大匙 加了太白粉两大匙 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打一打拍打一下 变成肉丸子这样 然后就在这锅子的上面 锅子在煮这个高丽菜 然后这是高丽菜汤 加点姜丝 在滚的同时 它把猪脚肉腌好以后 拍打过后 然后在土掌心捏成一个肉丸 然后就一个一个把它放进锅子里面去煮 全部肉丸都完成以后 它就水还是滚的 这个水一定要 至少要小滚 小滚到中滚 才把肉丸一个一个放下去 然后上盖 上盖就这样慢慢煮 上盖以后就转小火 因为它是滚的嘛 煮个十分钟就够了 只要肉完全熟了 然后最后开盖以后 再加入调味料 这个汤里面还是要调味料 胡椒粉 盐 倒点米酒 然后再滴两滴麻油 然后撒上香菜 简简单单 高丽菜干肉丸汤就完成了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捏肉丸很麻烦 不想捏肉丸 其实我在想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做过 不要肉丸 就是如果像外面 现在不管全联也好 或是家乐福也好 他都有卖五花肉薄片 火锅肉薄片 你买那一盒回来 那一片一片的肉 你把它分成两 比如说一盒肉 大概200克 你买两盒好了 然后把200克一盒 200克一盒 再把它分成 比如说50克一份 50克一份 也就是一盒里面 分成四个小肉 四个肉片 你用手把它捏成 它这个肉片黏黏的 因为五花肉 你把它捏一捏 撒一点这个 比如说玉米粉 或太白粉 撒一点盐 撒一点黑胡椒 你用手把它捏 它也可以捏成一个球形 因为五花肉片 它是长形的 你把它全部捏在一起 它变成一个球形 然后你就把它塑形一下 就一盒捏成四颗 一盒捏成四颗 你这样就有八颗了 然后你就不用去 像它这边写说 要捏这么多肉 因为有的人 对脚肉捏成肉丸 就有点惧怕 你用肉片来做更简单 好不好 你可以试试看 都试试看 高丽菜肉干 高丽菜肝 肉丸汤 大家试试看了 谢谢我们的陈炳文的 咸香下饭客家菜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录音室里面 很难得 因为今天是台风架 他们还是 我们录音今天是台风架 他们从台中赶过来 那么这一对情侣 他们也算是 青梅竹马型的 然后他们 我们大概是整个疫情前 反过他们一次 所以说疫情过后 他们非常健康 然后也存活了下来 可能跟他们吃素 是有关系的 那我欢迎野菜露露 野菜露露 他们带的新桌 叫做慢火餐桌 欢迎我们的野菜露露 Veggie Deer 哈啰两位 你好 露比和小野 是大家好 我是露比 我是小野 你们两位 真是青梅竹马的 算吗 算吗 我就不算了 不是大学营对 你是高中吗 大学 没有 他那时候是国中 国中生 你是大学生 对我们去代营队 这样听起来好怪 也是不会啦 怎么会这么 你是代营队认识他的 代营队 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想说 这个女生还蛮喜欢他的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完全没有 国中生不可能 对啦 是很难讲 可能心中有个小秒 也不一定 但是人生就这么奇妙 而且你们那时候 其实也没有吃素 对 你们是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吃素 其实是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们是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那在一起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执行环境保护 对就可能会去浸滩或是带环保餐具等等的 后来是因为了解到看了一些纪录片 就海洋阴谋啊 然后畜牧业阴谋 了解到环境跟蔬食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对就是吃蔬食其实可以对环境有非常大的贡献跟帮助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练习 开始往植物饮食方向去走 对然后因为我会料理嘛 所以就开始研究一些蔬食料理 然后就渐渐的我可能一个礼拜都在研究蔬食料理 然后就有一天就发现说 我是不是这一个礼拜我们都没有吃肉 就才突然惊觉说 原来可以不要吃肉 没错 其实野菜录录你们的这个YT频道 你说有四年 四年了吗 对18万的那个forward 但以前我对吃蔬食就是因为觉得觉得蔬食很好吃 因为外面餐厅做蔬食都做得很精致 然后想要吃顿好的 或想要吃个特别味道的 去吃个蔬食这样子 然后才会被惊艳到 蔬食可以做这么好吃 那正好呢 像你刚刚说 你说一个礼拜没有吃肉这个经验 因为我正好前一阵子在做一个 什么4加2R的肠味道改变的一个饮食法 那位医生也是倡导说 至少要吃个快要半年的淡奶素这样子 所以我已经吃了两个月淡奶素了 对我也觉得其实不吃肉也还好 就觉得也没有特别需要吃肉的感觉 我以前会觉得怎么可以不吃肉 没有吃到肉好像就没吃到麦餐 对 可是我现在觉得其实也还OK 就是没有说 就觉得不吃肉其他东西也蛮好吃的 所以我对蔬食就有另外一种看法 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 那你说你们其实这一本这个 你们叫慢活餐桌嘛 对 因为其实野菜露露的慢活餐桌 我很好奇 因为蔬食是不是就要慢活呢 我觉得应该是料理会让你慢活 因为你知道料理我是想到热炒王 他就不是很慢 他是快炒的你知道吗 快餐店 但料理当然也会有慢活的 但我在想是不是做蔬食的人会比较慢活 因为我常去蔬食餐厅 他每个都做得很巧夺天工 你知道龟斧神工的 每个都做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所以好像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这个是你们的慢活的意义 还是这本书他想要提倡的慢活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应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人过得步调太快了 然后很常外食 但其实有时候你可以静下来 自己在厨房里面 你试试看为自己做一道料理 其实我们的想要的出发点是这样 对 就是让你的生活有一部分这样慢下来 比如说今天台风天 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在自己的厨房里面 为自己做一道料理 那请问 请问因为会做料理的是你吗 是 那你也没有让他也做一下料理 他其实也会啦 他还考过那个 厨师执照 那为什么都是你在做咧 那这本书里面出现料理是怎么分配的 怎么分配 基本上都是我 因为现在频道都是我在做 因为我的热爱程度更重一点 然后他主要是负责拍摄 拍摄剪辑这样 了解 其实这本书我发现除了料理很惊艳的 就觉得蛮好看的 而且蛮可口的 因为你们上一本是还是会用一些 猪肉 这本完全就是蔬食 原型食物 虽然是原型食物 但是很多看起来蛮像肉的 比如这个汉堡排 这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超好吃的 这基本上就两个牛排的感觉 他做出来这到我那时候真的很惊艳 吓到 他连纹理都看起来很像 他这个这个整个就有那个肉的纹理 对 那你们是 你看你的食材 鹰嘴豆 是 豆腐 罐装黑豆 所以这个黑是黑豆做出来的 对 啊 这黑色不是他的黑 是黑豆的黑 黑豆的黑 这个蛮特别的 用黑豆跟鹰嘴豆跟豆腐 对 我这次吃超多豆腐的 每天都吃豆腐 你会很容易脏气吗 有他那个 那个医生有给我脏气的益生菌 就一开始我蛮不习惯的 对 第一个月就哇 那个豆类的屁有够臭的 你知道吗 对 连我自己都臭到 对 就是蛮可怕的 所以如果你突然之间都吃豆类的话 蛮惊人的 这个罐装鹰嘴豆跟豆腐 跟这个罐装黑豆 把它做成像这样的汉堡排 是你们自己去想出来的吗 还是 主要都是路比想的 对 我去研发 因为 蛋白质其实是在素食者来说 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那蛋白质 它其实是需要多方的去摄取 它才有办法达到那个量 那请问一下路比这么辛苦 那小叶你在这本书提供了什么 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几篇文字 其实蛮多篇的 我发现 这本书所有的文字 是不是都是你写的啊 没有没有 文字大部分都还是路比写的 你这里面大概一半一半吧 就是料理跟文字 对 还有图片 对 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其实虽然说 它是一本 以料理来看啦 其实蛮像工具书 因为这个料理解释很详细 而且它像你刚刚这个汉堡牌 做的文理都那么像真的肉 那大家就很好奇怎么做的 那你用文字 还有一些甚至一些分解图 让大家知道吗 那另外故事的部分呢 那小叶是怎么去分配故事 你要写什么 故事其实是我们两个一起讨论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把一路这一来 我们要写给谁 因为它其实是用人物去区分的 就是我们把我们想要感谢的人 或者是这一路上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们遇到的这些人 给我们什么指示 什么指引 把这些人列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一个一个去把 我们认识的过程的故事描述出来 所以这一本基本上 就是你们的YT得奖的讲稿就对了 就是得奖感言这样子 得奖感言 我就不像是 因为我们 得奖的话上去拿这本书看里面 在工作上的争执 争吵摩擦 然后怎么和解 这些故事我们都全部写在书里面了 是 那你应该放一张照片 你们在吵架的照片 吵架的时候不会想要拍照 都是充满爱意的照片 应该来一张生气的照片 很闷的 讲了一个里面的故事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里面 大家可以能够感觉一下 里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好吗 我觉得最里面 最感动的应该就是求婚那一段 对因为上 二月 二月底的时候 对 然后小叶就有跟我 我求婚了 所以那 那他就做了一个很 就是要了身边 全部的朋友 然后给我了一个惊喜 就是我以为要帮别人求婚 但其实是那个村里 是我 求婚的婚礼 求婚的场景是我 女主角是我 小叶这么调皮 看起来不太像 蛮实在的一个人 没想到这么调皮 小叶什么星座的 处女座 没想到处女座会这么做 然后路比你 我金牛 你金牛座的 也是一个很实际的星座 对 对要是我这样对我老婆 我老婆是金牛座的 他可能觉得 会不会太花钱了 可是 但我很省钱 都是身边的朋友资助的 那你是在什么一个念头之下 想说我要跟他全婚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结婚了 什么样的念头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应该有个时间点 对不对 应该有个想法 突然之间就萌生了 其实就在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 觉得价值观什么 大家都大致上都磨合差不多 对 然后其实就会一直 其实一开始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 是 对 就是以结婚为前提 为去这样子 自己对自己是这样思考 我能感受到 因为刚才其实在录音制 小叶就讲过 就是你是很注重环保 一体的一个人 然后跟路比在一起 你也希望他可以这样 甚至于都到最后吃素 你发现吃蔬食吃素 其实对这个整个地球环境是很好的 那个就是一个交叉点 要不然就另外一半受不了 吃素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可能要结婚了 对不对 我们稍微休息 赶快马上回来到讲公厨房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野菜鹿鹿 这是我们的小野跟路比 路比跟小野都在现场 Hello你们好 你好 这本书里面呢 有你们的心路历程 就是你们的一些认识过程 包括全婚的整个细节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很多 我看起来就很赏心愿目的一些 很好吃的料理 可不可以举一道料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从做法开始这样 让大家能感受一下 有一道是 橙汁排骨 橙汁排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橙汁排骨怎么说 不用排骨来做 对排骨是真的有骨头在里面吗 真的有骨头 我又仿那个骨头 你有仿骨头 对 蛤真的喔 橙汁排骨 里面要带骨 肉的话 大家就立刻想到就是杏鲍菇 或什么菇类的 或是猴头菇 是 对 然后可是骨头要怎么搞进去啊 骨头 骨头是红萝卜吗 骨头还是可以化掉 可以脆的可以吃的 我让我一个人猜好了 脆的 脆的东西 他现在要翻 赶快翻 小黄瓜吗 不是啊 脆的东西 酥脆脆脆 对它也会 它也会软化啊 这都要经得起烹饪 中式早餐里面会出现 油条 油条 真的 欸不错 我来看一下是哪一页好不好 他就是用油条 然后外面包裹豆包 嗯 就是油条之后 欸 我不知道 我油条中间塞了马铃薯 我差点忘了 油条都塞了马铃薯 中间先把它塞马铃薯 马铃薯切成条状 塞马铃薯 然后最外面呢 把它裹豆包 然后再整个拿去裹粉下去炸 它整个外观形状会很像排骨 油条 你说先切成形 没有 油条是先切一段一段 然后再把切好的马铃薯条 从中间塞进去 然后最外面呢 再裹豆包 然后再一起整颗去裹 面糊 然后再下去油炸 然后最后再裹橙汁这样 有一点点复杂跟麻烦 但其实做完之后 它的口感跟味道是非常好吃的 是因为那个豆皮 本身豆类 你经过高温炸过 它会有一个香气 它这个香气很浓郁 然后里面也有马铃薯 就有那种绵密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脆脆的油条 哇那真的不错 这个有没有失败过好多次后 才成功的 这好像没有 这好像是一次成功 一次就成功哦 那蛮天才的 我们到料理后面 其实都会先去想象它每一个食材的口感 然后在脑袋里面组合起来 我到后面就是在脑袋里面组合 所以像你刚说这家料理叫什么 橙汁排骨 橙汁排骨嘛 所以你在发想这些蔬食的时候 你会先去拿一个比如经典的肉类的食物 然后把它改装吗 我们其实频道一直以来都会做这种 有时候会做一些访婚料理 但有的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会觉得说你已经吃素了 为什么还去想这些肉食的东西 但是以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做一个推广素食的人 我们是推给素食者而不是推给婚食者 我们是推给婚食者 对不起 我们是推给婚食者不是推给素食者 就是入门款让他们可以真的是接受 所以我要让婚食者惊艳说 哦原来橙汁排骨可以做素的 或是鸡肉饭可以做素的 这样他们才会有兴趣 有那个启发想说点进来看看 看怎么做 对 那我很好奇像那个 露米真的很会做 小野你在这整个 注重环保议题 你是怎么会变成 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你很重要的生命中的一件事情 你说蔬食对于我 不只是蔬食 包括环保 环保 你是因为环保才注意到蔬食 就是什么事情启发你这样 因为我很想要了解这样 因为我有小孩 我想这样种个小小因子给他 我自己我觉得自己 还是我就要看你的YT就好 YT 当然当然希望我们可以多看我们的YT 但是我自己从小就 我也没有人教 就特别注重这一块 你爸妈是很注重环保的人 不会 就也没有特别 但可能就是学校老师教了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地球来说是很重要的 从国小就有这个意思 是 也是了 我小朋友幼儿园的时候常常回来跟我说 爸爸地球只有一个 所以你不要常用塑胶袋 然后是 因为老师教什么 他就要说 所以我觉得教育很重要 是 所以你多教他 他就多聊 他就多针对这个事情 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绝对就是在他面前不要用说交代 对 因为要观测死终嘛 每天老师教了他 他觉得是对的 然后爸爸又这样 又犯错 他就觉得爸爸会不会也 他就你知道就混乱了 混乱 对 所以你后来你是 你说你后来重视到 有关吃蔬食的议题 你觉得对地球是好的 现在好像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 做很多的讨论 所以想象如果说 大家都不吃 没有畜牧业了 想象大家都不去补鱼了 像海资源像也是非常的那个 匮乏 不要说都不吃好了 休息个五年好不好 休息个十年好不好 有没有办法大家全人类 都吃个十年素 那就很猛 比如说每个国家 就强制大家吃素 现在荷兰是禁止肉类广告 不能 对 他们国会通过的法案 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么了解到 肉类对环境的迫害 有这么大的时候 为什么还可以持续的放广告 然后推广它 所以他们就禁止了这个广告 肉类广告 会一步一步的慢慢这样做 就像很多 就很多事情这很难讲 就是你知道 像以前在飞机上抽烟 也是很稀收平常的事情 对不对 你看那种旧的那个 年代电影里面 在飞机上抽烟 在任何地方抽烟 那小孩子幼稚园里面抽烟 教室里面都可以 没事 大家觉得对烟对身体还不错 抽一抽这样子 现在谁敢抽烟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 对身体非常不好 没有百害无 没有一粒 那其实我们人类科技那么发达 我们可以吃东西才太多了 那我其实我不想讲那么极端 说大家一遍都不要吃肉了 都不要吃海鲜了 你可以不要十年不要吃 试试看 也许这十年大家都不吃 就会影响到很多人 是 一定会 对环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 可能一大群的人 都一半就开始觉得 吃素食很好 对或者甚至于 他不用吃这么多肉 不要这么dependent 好像这么依赖肉的感觉 那这本这个曼活餐桌 我到现在还没有真的感受到 他常讲的曼活的部分 对 我刚讲了有关你的环保 跟那个地球就一个 还有你吃素 还有他的创意 可是这个曼活 这个曼活两次 这本书在哪里讨论到呢 其实曼活这件事情 这两个字也针对蔬食这样 因为过去我们在吃 就是以前过去的习惯 都吃肉的时候 我不会特别去注意说 我的蛋白质摄取 或是我的营养摄取 对 然后也没有 不会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正常吃饭就好了 但是我转到蔬食的时候 其实我会更去注意 我是不是要去摄取到完全性蛋白 或是我是不是会缺少 维生素B12等等的 那我再更去注意 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曼活 更去觉察自己的生活 更有意识的生活 更有意识的去补充自己的能量 然后慢慢会发现 以前我在 以前也是在影视圈 在做电视台上班 那在上班的时候 就是头痛就马上吃止痛药 那我也不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头痛 对 可能就觉得是压力 但后面会发现 慢慢的其实跟饮食 有很大的相关性 这是绝对的 我觉得 因为每天我们都要吃东西 一早 张开眼睛就喝东西 吃东西 所以你放进什么到身体里面 它就变成什么样东西 你刚刚讲的重点是 怎么去察觉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很多人在吃素 像我现在吃淡奶素 我就会突然 就对自己吃的东西就很注重 我今天摄取了多少蛋白质 因为吃素 吃素 如果你不摄取够的蛋白质 那肌肉会流失 那我是想 借由这个饮食法 让我自己可以脂肪掉一点 然后肌肉保存多一点 所以我蛋白质要吃够 所以就开始 注意自己吃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吃素的人 吃蔬食的人 好像都有这方面的觉知 大部分的人 反而是吃肉的人 可能就觉得每天就这样过 也OK的 但是并不是说 我刚刚举那个例 我觉得一定会惹怒很多人 为什么吃肉 就跟抽烟一样 讲工厨房在干什么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是改变的 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吃烧烤 就觉得他不会致癌 吃烧烤要烧黑一点 老板烧焦一点 才够香 对才够香 或者以前吃腌制的东西 就吃很多 或是有一阵子 大家可能对某些吃东西 会有个迷失 这个东西对身体很好 后来大家普遍都不吃了 或是高糖的东西 或怎么样的 所以时代在改变 很多我们科学的研究在改变 然后当你认知到的时候 是不是看你自己要改变而已 你改变以后 你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好处 甚至于可以接触一下 慢活这一块 好了我们讲到这个慢活 待会还再提到 我们的野菜碌碌的 慢活餐桌里面的食谱 别走开 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今天聊的是 野菜碌碌的慢活餐桌 在我们现场就是我们的 野菜碌碌YT频道主理人 陆比还有小野 哈喽两位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我们三次见面的时候 你们还没结婚吧 还没 现在还没 现在只是求婚了 求婚 那有没有设定好什么时候要 没有 要不要自己办 比如说树的板斗 有点累 树死板斗 每一餐都是树 就是我怕我会下去自己煮 讲到这个 因为 其实这本书 我相信你们也记录很多 说你们的两个互相相处的一些模式 那情侣相处绝对会有一些摩擦 尤其你们又一起共事 一起工作 这方面有没有在这书里多做琢磨 有 我觉得这本书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也是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情侣然后到工作伙伴 然后变成24小时全部的时间都逆在一起的时候 那对于大部分的男生可能相对的理性一点 就是大部分男生可能可以把工作跟情感分开 他在工作里面他有可能彼此有犯错或什么 但是下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时间定好下班之后就回复 但不一定另一半可以接受 对 对那另一半在这种时候 男生比较理性 大部分 大部分 女生真是孩子 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比较容易分开 是 然后女生会觉得这是一个set 就是我们不只是伙伴 我们也是爱人 对 是 这感情是包在一起的 对啊 所以这个女生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嗯 所以这里面都会提到这些 对提到这些 然后也是分享我们的经验 然后想要让更多人去看见这个这些问题 嗯 就是我那时候可能这样子24小时不断的对他精神是一个折磨 所以会让他呃很受不了 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要去看见的 嗯 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觉察到这件事情 是 哦 好 不管你想要看这个小野对他们两个这个 他们这个路比跟小野他们自己关系的一个 剖析啊 然后他们这整个心力路程他们怎么过来的 到现在全会也成功了 然后呃呃看起来是蛮好的 这一段这个风风雨雨都走过了 是 或者是你非常想要看这个 我我自己是很想看路比这边的很特别的料理 总共有几道料理 总共有30道的料理 然后我们有加码6个凉拌菜 还有6个万用酱 是 对就让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你都可以用这些简单的料理去 让你的每一餐都很丰盛 大家买这本书以后的立刻翻开189页 辣子鸡 做杏鲍菇 你这辣子鸡做得太像真的鸡肉了 对他的外观真的蛮像 但看起来就是用杏鲍菇 应该去做日本的那种模型的那种 太厉害了 我觉得 这我回去做看到底看起来这么像 吃起来味道如何 我相信应该是蛮不错的 我这个做好以后po上Facebook 然后再评论一下 好不好 太期待了 好的野菜露露的慢活餐桌 30道好滋味 还有好朋友的疗愈故事 谢谢两位 谢谢 从台中赶来 谢谢谢谢 希望这本书可以大家卖了 感谢 谢谢 讲过厨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